据某媒体报道,CBA公司正在调查虽然点损对手极端言论,这足以于给处境不妙的山东雪上加霜,事情要回到山东与广沙第二场比赛,比赛刚开场没多久,虽然就和刘正发生肢体冲突,虽然在无球的情况下,上前冲撞刘正,被吹技术犯规,在距离上半场结束不到两分钟的时候,吃到个人本场比赛第二个技术犯规,被罚下场,也因此被自动停赛一场, 缺席双方第三场较量,结果山东以90到98输掉这场比赛,虽然在第二场赛后接受采访时说,福特斯的一些行为从我来讲,我是不赞同的,我认为很多东西有些不尊重我们的联赛,有些我觉得不尊重我们这个国家,我觉得万人到这里也需要积极正能量,这是大环境,从球技上我是欣赏他的,但从一些行为上我不赞同,对于裁判的判罚,虽然认为我不能过多的评价, 从我来讲的话,两方比赛互有胜负,这就意味着谁都不会相让,当然我认为,裁判这两场都是很公正公平的,没有任何问题的,我们的联赛再逐渐变得更好,给我的那些技术犯规,我认为也没有问题,很多时候在于自己总结,什么时候该强硬,什么时候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这点很重要,外界认为虽然的讲话过于极端, 有点损对手的意思,纷纷猜测虽然可能因此而被追加处罚,昨日,媒体报道CBA公司联赛相关纪律处罚部门对虽然接受采访时,所说的言论已经展开调查,并进行核实,要排除对虽然进行追加处罚的可能, 这一消息不仅让山东球迷新悬了起来,也让对手广煞关注,同时,参加GBA的球队也非常关注,毕竟CBA公司的调查结果,以处罚绿度代表泰面比赛的风向标,进入G后赛以来,针对对手,裁判发表令CBA联赛公司不爽的言论,其实不单只是虽然一人,辽宁与北京八进次G后赛第三场赛后,北京首钢球员杰克逊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评论裁判称, 自己是在五打八,You know,I like the character of this team,we fought,even we were fine,we as you said,我喜欢我们球队的作风,即使我们是在五打三,五打八,我们还是拼了,此事虽被辽宁媒体质疑,但CBA公司并未就此言论按照相关规定做出处罚,无独有偶,广煞与山东第二场G后赛半决赛最后阶段结束前一分五秒时,福特森充当职裁判 做出了术贤的动作,在与山东第三场比赛结束前面,对球迷的虚声做出虚的手势,要知道陶汉玲就是在与江苏比赛中算对手扑拉击化背进赛的,此次,虽然只是接受调查,是否处罚,如何处罚还需等调查结果,当然在调查期间虽然是可以出场比赛的,至于何时公布要看CBA公司的心情, 当年也有季后赛球员斗殴,处罚结果直到新赛季常规赛开始才处罚的,总之,这次季后赛发生了太多类似违规事件,CBA公司这晚水越端越难停了。